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是Larry 这一节跟大家讲讲,乌克兰的陆军非常之厉害,因为他们的陆军能够击到俄罗斯的海军 我们今天讲的是,乌克兰尝试用他们比较新的反弹飞弹,就是他们本土自制的一种反弹飞弹 名字是Neptune,叫海王星的反弹飞弹 这个我们应该在上个月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本土有一种飞弹 另外亦可能来自英国的鱼叉反弹飞弹的组合,令他们可以完成一个反弹攻击的一个圈 如果大家有机会订阅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些反弹飞弹的节目可以找到 但是我们今天也讲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是划分量头 有两个sauce的,我们都需要跟大家讲讲 第一个是来自俄罗斯的sauce 俄罗斯的sauce是来自我们讲的莫斯科豪,即是被击退的莫斯科豪 主要是他们的船身着火,着火的时候出现了些问题 包括可能弹药库爆炸,所以是一个很大型的火灾 这些火灾令到上面550位船员必需要即时疏散 所以上面是空无一人,亦需要进行救火的情况 亦被拖回港口,这是其中一个消息的来源 另一个来源来自乌克兰那边,当然有两飞的反弹飞弹击了莫斯科豪 他们就双重,即时失退战斗力,甚至沉了 现在很多sauce都有提到它沉了,但我们始终想再等一些权威 例如我们等路透社或其他发生社等 更多具体或更多的确实消息,我们再讲究竟莫斯科豪是否沉了 但虽然说,其实沉和不沉,只不过是威尽和没那么威尽 其实你也是好威尽的,你能够击中莫斯科豪 其实亦是对黑海艦队来说,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我们今天会分析,究竟黑海艦队何去何重 以及我们也看看莫斯科豪对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有没有实质打击 当然,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给个like 今天你的like是很帮助的,包括我们去推荐频道或热门节目等等 都是要靠大家帮忙的 另外,如果还没按铃铃,快点按一下 按了之后,尤其是按全部 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们全部更新的节目 说起这艘船,我相信它中弹后 它们已经很快就发出了求救呼叫 传统叫SOS呼叫 亦对附近的船隻有没有回应的情况 说起这艘船,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深刻的蛇岛 大家还记得蛇岛的守军? 当时,他们被一艘船做了一个劝告 叫他们早点投降 当时大家记得他说什么 他说Go F Yourself 然后,岛上开始七零不落 很多不同的导弹,火炮等等攻击蛇岛 当时信息没那么流通时 我们就以为蛇岛上十七烈士死亡 及后,我们看到蛇岛的守军全被击败 然后,我们也说Go F Yourself 那一位的军士也受到封赏 即是一个长章封返给他 所以,你会看到乌克兰人 今次都可以说尤其是蛇岛的守军 都算是一个套一口武器 亦是一个报复的方式 甚至乎,如果你问到 习连斯基总统身边的顾问 他亦搞笑地说 可能有两位俄罗斯的水手 躲在不知去哪里吃烟 不觉意点准了所有东西 有一次过就摔着了 船里面又爆炸又火灼 这么搞笑的情况出现 我们也说到,往往船来说 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水上 最大的问题是船里面 尤其是发生火灾的时候 其实这个危害是会很大的 很多时船可以付诸一句 包括你见好人尼策号那次 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每一次都是的 如果有任何水手吃烟 或者留了火种在船上 其实都很难破灭 但我们说到这个损害管制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船 你又发觉美国或者北约制式的船 对于灭火这件事比较讲究 你会见到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船艇 对于我们说一些大型的 例如航空母船 两栖攻击船 或者一般船船也好 经常性都有救火的演习 对他们来说 在船体里面如果发生火灾 是相当危险的事 我们也不要说水面船 其实如果潜艇里面发生事故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们说 船艇里面发生火警 这个也是会即时危害船员的生命 因为始终你要记得 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着火 其实风险是相当大 还有潜艇里面的电池 也很容易着火燃烧爆炸等等 所以也是一句 在船里面发生任何火灾都不能轻视 我们说到今次的反船飞弹 即是你击中莫斯科豪 这个海王星 我们说的反船飞弹 其实是乌兰兹自己国内 一个生产商开发的反船飞弹 在前苏联跟它对应的 一个原始小小的模特 就是KH35 你也可以当KH35是母亲 它是一个衍生型号 它本身也跟KH35这种 空射型的反船飞弹一样 它也是用惯性导航系统 去做一个制度 去到差不多的目标区域之后 它会打开主动雷达的导引头 开始运用它们的目标 导弹的射程大概300公里 280-320度 导引头大概在30公里 便会打开尋找目标进行攻击 你可以对比这种飞弹设计 事实上跟原始的设计真的相似 不过会多了少许 你会看到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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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在接近目标时可以瞄准 锁定,进行攻击 因为攻击范围并不小 基本上在黑海北岸都差不多能够完全覆盖 说到黑海,俄罗斯部队主要活跃在黑海北岸 黑海艦队现在的情况比较尴尬 来自于北方艦队、泰平洋艦队和波罗德海艦队 三个艦队亦有结集到一定的 即旗舰或登陆艦过来 亦在附近巡没 巡翼之间当然会发射巡航飞弹 但我们说到巡航飞弹 又不是今次莫斯科号的强项 所以莫斯科号今晚就算沉没了 其实会不会减轻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沿岸的 去做发射的 它主要有6个发射器 总共有72飞的巡航飞弹 其实它整个是一个配套进行的 包括一架雷达车 另外一个后备的部级车辆 叫做结集域 是一个型的攻击 去对俄罗斯进行攻击 它本身射程280至300公里 所以它本身的组合 事实上都令俄罗斯海南队开始有点头痕 大家如果看地图 你发觉如果将它配置在现在 即是乌克兰军队能够配置的岸边 尤其是在奥德萨 或者靠近乌克兰西南边的位置 其实你会看到 它的有效射程 其实可以直接攻击到 克尼米亚这个船厂 这个也是大部分黑群艦队的基地 以及它是停踏的位置 马竹海那边其实一样可以打到 尤其是我们说到上次的别尔光斯克 实在太轻松了 甚至乎虽然说 打到它射到也不是问题 所以这种射到180海里的飞弹 如果能够真的在本土大量製造 进入量产的话 这种飞弹的威力会相当惊人 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 你就会明白这种威胁有多大 例如我们说这种飞弹 如果它大概现在是黑海艦队的规模 黑海艦队现在的规模 我们大概去看图 主要都是这些大型舰艇 当然这里是说 囊括了整个俄罗斯联邦海军的舰艇 所以这里的大型舰艇肯定不是全部属于黑国艦队 你预算粗略是四分一 其实可能更少也不顶 总共大概有21艘 21艘因为有一艘上次被击沉 你当作20艘 不算潜艇 今次被击沉的莫斯科号 叫做Slaver 这个斯拉夫的级别 是一个Cruise 即是巡洋舰 其实在俄罗斯海军舰艇 最大是这艘 这艘航空母舰 我们叫做Fu-Z.涅座夫号 CV是这艘航空母舰的称呼 另外接着是光榮级CGN 这个属于N代表核动力 它长很多 超过250米 这艘航空母舰也不短 今次这艘航空母舰超过185米 非常大吨位 11000多吨 即是接近12000吨 有点像055吨位 所以计算光榮级的两艘 光榮级的两艘 其实光榮级的两艘 已经有一艘差不多没用 傅资聶座夫又拿了它制造 某程度上它已经属于 现役的俄罗斯海军第二大艦艇 当中有三艘 今次其中一艘 莫斯科号拨过来 它是首艦 所以级别有事 我们也叫做莫斯科级 这艘航空母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不是中国以前那艘航空母舰 改装较柳定豪那艘航空母舰 这艘航空母舰是属于太平洋舰的旗舰 也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艘航空母舰 你看到今次分拨了一艘 莫斯科号过来 即是我们说到黑海艦队 这个本身在这里 这艘航空母舰也挺伤 因为也是敦韦最大的舰 我们说起这艘航空母舰 其实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艘航空母舰 从前来说 都是属于大型的 反美国水面舰的一个主力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光荣级和斯拉夫级 它们上面配备一些高速的 反舰飞弹 例如这种P500 它们当时的攻击都是齐射 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 后来这个P500更改了 转了P1000 这种飞弹固然取代了P500的情况 它会比较轻身一些 和比较灵活 还有它的速度相当高 它可以两倍音速的速度飞行 所以你会观察到P1000 亦都是新型来说 比较有特防力的一种反舰飞弹 装备了上去莫斯科号上面 说起莫斯科号 其实都是一波三折 因为其实它也有做过一些更新现代的情况 第一它装备了一些新的飞弹 例如我们说S-300F S-300F其实是属于S-300系统 它本身F代表它是属于舰载型的设计 也是作为一个区域防空的作用 另外有奥沙玛这种地对空的导弹 其实里面有64飞的S-300F 还有40飞的奥沙玛这个导弹 变成了整个船来说 都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神盾舰 它有点像是一个在水上的防卫的盾 当然它去到神盾舰的级别又未到 但是它的防空能力是十分强的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它在黑海舰却出现 其实它就是对所有其他艰艇进行防空的保护 所以有了它就像是一个盾 反而它的进攻的火力要靠 那16飞的两倍音速 即到末端的时候的反舰飞弹P1000 平时反而我们说它防空的能力才是最重要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一次 例如登陆舰等等的舰艇出击 你都会看到它的身形 其实它是在做一个区域防空的作用 当然很多朋友都问 它有没有电子战反制的措施呢? 其实它应该是有的 因为五年前做了一次重大的改装之后 包括我们说的BASE 一些有利的电子战系统 理论上应该会有 但似乎今次就没办法阻折到 那你说究竟是两飞的反舰飞弹 是不是两飞都能命中? 或者我们说 是不是两飞都能带到这么致命的体验? 这个我们暂时都要等到进一步的说法去说 当然另一面 我们对俄罗斯黑海艦队来说的打击 包括首先第一个没有了一艘很重要的防空的舰艇 即是在未来 如果包括其他无人机等等 过来时又会有一个帮助给他们 另一个小插曲就是今次 在上空附近 巨民出现了一艘的TP2 即是我们说的无人机 出现了这个无人机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有了无人机在战场的协助 其实我们相信有机会是导引 即是今次这枝飞弹的进攻 所以如果能够配合到这个无人机 TP2导引 把目标锁定 然后继续导引飞弹的攻击 这是一个很好的系统整合示范 是否沃南已经去到这样的高度 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 但是大家看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发展很大 甚至如我们说 如果没有了防空的力气 其实沃南可能也开始有些事无忌惮 不停派出 如我们说TP2无人机 向其他舰艇做骚扰 发射一些好像是反坦克的飞弹 用得好都可以攻击船艇 用来瞄准附近的舰艇 所以无人机、火箭等等 很多的攻击可能会降临在黑海艦队的头顶 而我们说到海黄星导弹的射程 因为能够 cover 整个黑海北岸的原因 所以基本上在克里米亚、阿速海和黑海附近的 俄罗斯舰艇都是灭丁之灾 就算你停泊到港口也不代表你是安全的 所以这种飞弹的设计 再加上它的实行 其实是一个当头棒渴 但我们说到英国那边 答应会给反舰飞弹挖南 亦有一些挖南的军队 一些成员已经过去受训 说起我们都相信应该给鱼叉 因为给鱼叉第一 以英国来计鱼叉即将退役 其实英国现在真的不多鱼叉 例如我们说上次 伊利沙巴女王战斗群CSG21 大家有印象去年浩浩荡荡 过去南海做了一个自由巡航 它当中有一艘二三型 我们叫做肯特河克 这一艘二三型巡防舰 它上面就配备了鱼叉 但其他真的没有 上次的四五型 我们说驱逐艦都可以摆鱼叉 但似乎现在都不摆 它会摆什么呢 它会摆一个叫做Sea Saptor 它们会摆这一种 Sea Viper 这一种 就是这些飞弹在上面 反而就不会摆鱼叉上去 不过你说起英国好像没有 我们说到鱼叉 包括有海陆空和潜艇 英国好像没有绿射型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见当年阿根廷 他们都能够将鱼叉飞弹拆下来 然后试试放在车架上 当然你要固定好它 然后就要附近的防空雷达做一些配合 因为你没有了鱼叉飞弹 你便没有了鱼叉飞弹 即是你附近又要有鱼叉飞弹 帮你做导人 所以我们都经常说到 飞弹不是純粹说 你可以将鱼叉飞弹 放在这边 不是的 整个你要有制度 去帮你做导人 去做搜查目标 去锁定火控的鱼叉飞 然后又攻击 起码连架也要确定 你每一发射的时候 整个掉下去 我想说阿根廷当年 亦有试过用鱼叉飞弹 放好它 放好它之后 攻击英国皇家海军的船艇 当年也试过激沉 它的船艇 所以鱼叉飞弹 你可以说它旧 你可以说它慢 但你不可以说它没有了道 当然你问我 我觉得来近应该会静悄悄悄的 北约不会大挪大鼓 然后敲船 告诉你 未来我们会为鱼叉飞弹 被乌克兰 慢慢地攻火 便会被乌克兰 而且你看到鱼叉飞弹也好 或者我们说海王星也好 其实都是令黑海北岸 一个很大的 对黑海艦队一个很大的威胁 刚才我们说到简单计算数 如果现在有20艘大型船艇 你每艘船艇 为3飞的反船飞弹给它打 其实你算来算去 都是大约60飞左右 能够买起黑海艦队所有的船艇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 其实对俄罗斯来说 心理威胁十分大 因为飞弹的价钱 所废无几 但你的军舰真的所废不菲 最重要就是 你已经没有一个大船长 能够做回这麽大型的军舰 我们说俄罗斯现在最流行的船艇 它大概的尺寸是230M 5000吨附近左右 大概做到这个尺寸 你要做回过万吨的船 难上加难 所以我们也说到 今次如果損失了大型军舰 其实就少一只 就是死一只就没一只 这些是很可惜的事 对海军来算 如果没有鱼叉飞弹 就使用NSM 来自鲁威一间国防公司 Conspert 这间公司出产的飞弹 亦有效能十分好 而效率亦比我们看得到 相当不错 这种飞弹大概是185公里左右 你看见跟鱼叉飞弹 或者跟现在 这种飞弹当然是短些 但如果能够配合得宜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 攻击的飞弹 最重要的是 刚才那句 因为产能理想 所以功课可以源源不絕 这亦是对黑海蓝队来说 一个很大的威胁 不过我们也要说一句 始终黑海蓝队 其实在这场战役上 不算一个主要进攻的角色 包括之前的攻击 例如想期待 想找他攻击奥德萨 最后都没有中影出现 攻击 例如马里乌波尔 试过登陆部队上去 但仍然被击杀 尤其是黑海副司令 就是当场被击杀 所以黑海艦队 今次在侵略战上 能够扮演的角色很有限 都是相当辅助的角色 久不久用他们的潜艇 击洛级潜艇发射一些 口径巡航飞弹的攻击 但我们也相信 应该都所胜无几 所以黑海艦队 现在在黑海来说 都算是一种鸡立的状态 不过始终有反航飞弹 威胁到他们的船艦 令他们要离开黑海北岸 一段比较远越距离 亦是好事 不会封锁到奥德萨拉 阿祝海等地方 未来有机会海上补给等等 都可以松动来到乌克兰 甚至乎很多东西的出口 这个我们也要观察 不过我们也看到附近 有很多水雷的飘浮 大概有300多枚的水雷在附近飘浮 水雷亦属于前苏联的水雷 而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水雷 你说是乌克兰游德 你说是俄罗斯游德 你说是俄罗斯游德 因为型号两家都有 但这些鱼类 如果炸中船 其实亦会令伤势加重 你说会不会有一两飞的鱼类 其实最后不注意 这些海雷就打中了 这个莫斯科号 间接直接导致它沉没 这个我也不能抹杀这些原因 所以每一个原因 军武器原来我们都会考虑进去 所以可以这么说 首先它中了两飞 这个反弹飞弹 其实就一定是重伤的了 然后将它拖回港口 拖回港口 拖回港口都不代表些什么 因为上次也是 别以光斯克其中一手 沙拉托封 他们中了之后 拖回港口最后都沉了 所以究竟在海里沉 在港口里沉 其实都分别不大 但是我们都要继续和大家 fact check 最后莫斯科号 有没有去下沉 但是anyway 你看到莫斯科号的名字 就等于当年的大和号一样 被对方击沉之后 士气一定是大受打击的 所以莫斯科号现在被打沉 不单是黑海艦队的士气被打击 甚至乎俄罗斯侵略的军队的士气 也有机会受到打击 而这个也是对南方军区的司令 新上任总司令 一个当头棒渴说给你听 就算南方军区有多厉害 多好事也好 其实乌克兰人的自保能力相当不错 而他们自己发展的反弹飞弹 威力亦无穷 所以这个只是开始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 你们黑海艦都要接招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及到 乌克兰的击退莫斯科号 我相信会令到乌克兰的军队士气大震 亦令到黑海艦队不能无所顾忌地 在附近发展一些无差别的攻击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广告 看广告就最实惠了 不用钱不用胜 另外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和分享给大家的朋友 我见有时大家可能会在Facebook 或者IG会分享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社交媒体 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 始终第一,我们有养分 第二,我们真的讲广东话 我们听军事 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听准点的材料 可能你要听英文 特别像你听国语 听广东话也很少 尤其是我们只讲军事更少 你说答单说军事 现在也很多 所以大家有些可以听听 如果不介意,可以全部听我们 因为我们专系做这样的 另外亦可以货金、随缘 包括银行payme、转数快 甚至乎paypal都欢迎 另外大家也可以长期支持我们 包括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我们的年费模式也开通了 也有10%的优惠 所以大家也可以支持 我们香港人 绝对值得拥有一个 专业的广东话军事民族 的评文给大家公开 好,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的世界浮备消息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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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